大家好,我是汪露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是新推出的超人Bredger SHF 這隻SHF期待了很久 終於等到現在可以跟大家開箱 可以玩一下這隻Bredger SHF是怎樣 拆盒之前先跟大家看看盒子 盒子也是用了超人SSF的風格 有超人的樣子 這一邊和這一邊都是跟平常一樣的 後面就展示一下SHF做到的動作給大家看 現在就拆盒給大家看看 這次Bredger SHF的拳頭手有六對手型 另外有紅燈給大家轉換 還有它第一把武器給大家炸 不過就沒有了光線技 不知道那個光線技會不會在別的SHF補分給大家 先跟大家拆掉這隻Bredger看看可動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Bredger SHF的銀色上到很硬 跟以前我們玩的超人 SHF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以前那些都是很灰灰的感覺 而這次比較硬 轉360度給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跟DB的側面 就這樣看下去它都是沒有偷色的 現在就試一試可動位給大家看 首先有個頭 頭可以向上握 握得很多 比平常那些握得多很多 有這麼大的闊度 向下握 左 有啦 有啦 都OK的 這次這個還可以握得這麼高 可以做一些野人的感覺 握得這麼高的話 看一隻手 手應該都OK的 對了 一握它可以握到這個部位 因為它上面沒有東西頂著它 所以握的時候可以有大概90度的效果 另外這裡也可以這樣握下去 跟平常那樣 這個也可以轉的 看看身體 身體這裡都可以動的 那條腰呢 都可以握到這麼低 但不過因為它這個是銀色 所以有機會刮花這些位 那大家握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即是你握得太厲害 那些位就會被刮花 那就是腳了 那隻腳呢 有拉出色關節的 給大家看看 一握到這麼多 你看看 這裡整個胸位是可以握到出來的 這個關節呢 是比平常拉出色很多 那就可以做一些比較惹人的動作 它兩邊都是這樣的 可以看到 那就可以做一些很惹人的動作 這次Breader的可動位 就是這個位置改良了 那隻腳也可以這樣抹 抹到這麼多 那隻腳掌也可以這樣動的 跟平常的一樣 只不過這次的好地方 就是腳和頭 很簡單的就擺到它的招牌姿勢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招牌姿勢 都是一些比較惹人的動作 即使你覺得這個動作 不是太惹人也好 都可以看到它的兩隻腳的闊度 抹得比較多 而且它的大腿和腰 這個間距都是畫得很大 所以剛才跟大家試可動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過 這個拉出色關節是改良了 是抹得比較多 那就可以令到它擺這個動作 或者其他惹人的動作的時候 它擺得更加之好 現在先跟大家看看一把劍 可以看到這把劍的上色都非常之好 沒有任何偷飾的跡象 給大家看到 那我就蠻滿意這把劍的 另外它這個球體的位置 也可以是動作的 這個位置是動作的 雖然使用SSF的動作的位置 都是有點難度的 大家都是不會穩定的 但看到它可以令這把劍 做到這個可動 看到它是有心去做這個SS 就不會偷偷偷偷偷的去做給大家 這樣就叫做拿了一把劍給大家看 都可以抹到腳很大的 抹到腳這麼大 原因剛才已經說了 可以看到這把劍跟它的比例 我覺得是OK的 就不會太大或太小 另外也可以做一些惹人的動作 不過因為我貪方便 所以就沒有做這麼特別大的動作 就是用回剛才的位置 就算了 那我就這樣看下去 又買這把劍送 又真的貴 平時的SSF少少 我覺得是值得的 就不用多買幾隻SSF去拿它的配件 因為把劍的時候 讓大家玩到劍裡面更多的情景 都算出得很好 做一個惹人的動作給大家看一下 多數它都會用這個動作去跳高 去打怪獸 但不過做這些動作大家要小心 因為它的底褲邊 這個位置是會刮花的腳 就像我家這樣 有一點刮花的痕跡 已經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所以大家做一些惹人的動作的時候 特別是一些跳高的動作 就要小心一點 就不要刮花那隻SSF 那些惹人的動作可以說是它的招牌的姿勢 但為了這隻玩具的照片 我就不做它做了 就免得它會有些刮花的痕跡出現 今年的Bear Zha 就出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怪獸 試試用那些怪獸 跟它做一個配對 首先跟大家試一試這個阿斯卡龍 就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是差一點的 SHF比較小 阿斯卡龍比較大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個阿斯卡龍 是要推出SHF的 大家可以用它 接下來推出的SHF 應該就跟這個SHF的Bear Zha 一起配對 不過SHF還沒推出 所以就先用這個玩具 可能就要一點點的角度 或者技巧 去拍照 才可以兩隻玩具配合到 我們看完這個阿斯卡龍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這個巴掌加 這樣看下去好像矮了一點點 是不是我的動作太低呢 是不是可以跟它一樣呢 因為這樣看下去好像矮了一點點 可能真的要做一些跳歌的動作 就這樣推下去 這樣才可以跟這個比例 我們試完這個巴掌加之後 就試了這個阿斯卡龍 看下去這個應該是OK的 對 這兩隻就OK了 這個大一點點 因為我之前用過SHF的梅比斯 跟它玩過 今天我覺得是OK的 今次這個Bear Zha 都用SHF 跟它拼下去是OK的 這隻就可以跟它玩了 另外還有一隻是尼茲卡卡寺 不過尼茲卡卡寺我還沒開包 就不在這個時候拆了 因為我都沒有打算去開尼茲卡卡寺玩 所以就動著三隻和大家比較 我覺得三隻裡面只有一個配搭 巴掌加和阿斯卡龍就要一些技巧才可以配搭 現在最後就換上能量燈給大家看 在這裡刮到能量燈就可以了 一刮就刮到 之後就可以按這個紅燈下去 這樣就安到 這樣就可以挑藍燈出來 按紅燈上去 今天的五星級評分制是 四星級的玩具 整個造型是做得很好 特別是它的銀色 我很欣賞它這次的銀色 真的上到很硬 這樣令到我玩具的立體感大很多 另外就是它是有劍送給大家 不用抹其他SHF都可以有劍給大家 就可以做多些劍的場景 另外就是它的拉出色關節多了很多 無論是大腿還是頭也多了很多 做了一些野人的動作就更加理想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做得不錯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沒有給我們光線的特效 如果有光線的特效就更加好玩了 那段影片去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拐元朝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鈴鐺 一有四星影片我會馬上知道 不要忘記讚好留言和分享這段影片出去 這段影片就到這裏 我們在這邊見 拜拜